其實近年來科技越來越進步 無論是特技的機械人 或者是一些特技的Cartoon 或者是一些Green Screen 都開始越來越厲害 所以反而是 我在我的腦海裡面 關於電影我覺得 特技科技最震撼的 反而不是近這六年或者八年的電影 因為當他們每個都很高科技 還有做得很好的時候 反而回想起我小朋友 開始電影開始有Animation 或者開始有一些 魔物特技 或者是robot 是令我覺得最震撼的就是Alien 因為其實你想想回想起 那個是很多很多年前 但是你現在 因為我也看過很多次 你現在還看他 張開口 然後中間再塞一隻Alien出來 因為以這麼多年前的科技 以及技術 我覺得 無論是那些robot 那些機械人做得很好 還有那隻robot的化妝特技做得很好 就算隔開這麼多年看 我覺得 他也是 很高質素 所以在我腦海裡面 最震撼的就是那個時刻 還有真的想不到他可以抹大口 在你前面抹大了一下 伸多一隻出來 你就壞了人了 所以也很震撼 很多 其實我以前小時候 我是會 一個人在家看 LD也好 Cassette也好 一天可以看三四圖 自己一個人看 什麼戲都看 那 什麼時候開始覺得電影可以帶我去不同的世界 一就是很多 很多很好看的愛情片 我想第二就是 我對古裝是一個很大的誠意結 就是我很喜歡古裝 因為我覺得 沒有一個國家 無論是韓 日 美國 法國 沒有人可以copycat 到 就是中國人古裝的特色 在我小時候 最喜歡看的古裝是青蛇 那部戲我看了三次 因為我覺得 青蛇白蛇 做得很好 還有美子很好 還有一些服裝 Bubo姐的衣服也很漂亮 那 是古裝令到我覺得 everything can happen in a film 這樣 其實南部警和不南部警對我來說是差不多 如果你要說是假的話 因為你前面沒有東西 或者你後面感覺不到原來有個海 但是其實如果觀眾來探班 看拍戲 其實平時如果你要投入不到 就算後面有沒有海 你也是投入不到的 因為我們平時可能和一個男主角 談戀愛的時候 周邊都有很多那些大隻佬 可能房間很熱 他們又很近 我一直在說愛你 接著親上去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在拿著一些反光板 接著那些人熱 又脫衣服 可能周邊都是汗味 所以對我來說 其實 Green Screen Blue Screen 還有有沒有他們對我來說的投入性 與不投入性 都是一樣的 所以 it doesn't really affect me 不會阻擋我很多 我以前很欣賞一個精神分裂 或者瘋子 因為我覺得任何角色 你演得好 你只不過是演好一個角色 那你接到一個 有這樣的病情的人去演的時候 我就可以在戲裡面 可能發揮幾面的我這樣 但是直到自己真的有病之後 我就覺得 嗯 都是不好 就是我覺得 就這樣 因為我 逼自己回到那個境界 就是經歷過 原來這件事都不好受的時候 我就沒有再想演一個瘋子了 因為自己已經瘋過了 那 那 所以現在可能 嗯 我想最想演的都是古裝 因為古裝的電視劇拍過 但是電影就沒有 是 其實 嗯 我就沒有什麼 很想很想拍一些 就是很大的科技 或者一些 就是 製作很大 因為那些animation 很厲害的電影 那 反而可能 自己心裡的情意 會想繼續拍一些 因為我是一個浪漫主義者 想拍一些浪漫一點的愛情片 因為其實現在有很多 是拍片 或者一些大片 都是圍繞著 打架啊 打仗啊 或者 槍戰啊 那樣 那好像 近年裡面少了很多 小品的愛情片 那我覺得 嗯 其實我們很需要 有愛的 也都 人越來越複雜 我覺得 很想現在的人 無論年輕人 或者老人家都好 要相信 其實 這個世界有很多 很奇妙的love story 有很多很奇妙的愛情 那我可能會 會拍一些 除了古裝片之外 就是 愛情片 而會 能夠 也會 是 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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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